在政治新闻方面 国民党立委张硕文当选无效定验 他控出的立委席次 必须要在三个月之内进行补选 而现在有意参选的人马 已经浮上了台面 蓝绿双方最受到瞩目的人选 是云林县副县长李应元 以及不久之前跟101董座 擦身而过的许书伯 云林县一席立委即将补选 李应元立即辞官表态参选 随即走返各乡镇基层 态度很积极 骑着铁马沿街造势 李应元要和相亲近距离搏感情 三次和国民党张硕文竞争 落败的新议员刘建国 则是把这次补选定位为立委选战的延续 前立委林树三也表态参选 民进党出现三强鼎立的态势 选举因为只有三个月 这三个月是非常短 党内的体勉也在一两个礼拜里面 就会协调出一个人选 所以当然就是以快速的行动 来争取选民的认同 人力已经退出县长党内初选 以及和101董座擦身而过 国民党县党部主委许淑博和媒体会面 会不会接受征召 许淑博还是低调保留 这不在我的人生规划当中 所以目前可能要很考虑的 很考虑的 绝对不是说今天问明天马上可以怎样 我不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个没有家私所的人 另外张硕文的包姐张玉轩以及新议员李建制 也都传出有意争取 蓝营不仅要面临人选问题 地方的张气和许系势力也在进一步整合 依照规定 在中选位收到张顺文的当选无效判决书之后 要在三个月内完成补选 最快在十月份进行 云林县蓝大绿小的政治板块会不会有所变动 也被设为是年底县市长选举的前哨战 记者林建生 彭焕群 云林报道